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上个月做比较 预增了将近四倍之多 所以我们想问 美国经济 中国道路的汽车产业 将会越来越好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是这样吗 前进头独家议题 马上帮您追 我们只知道 疫情伤害有多严重 殊不知 这次的疫情 完全扭转了 全球的供需生态 请问扭转全球供需生态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引动了 晶片 机器 两大产业的商机 大得不得了 因果关系专家为您说明白 而且我更期待的是 索性 晶片跟机器人产业 这两大产业 国内都有挂牌的ETF 可以做吗 该注意事项呢 待会儿听看看 说到了产业 我才想要听这个 因为疫情扩散全球之下 产业影响评估 再做报告 感谢今天 请来了资测会的专家 帮您研究这社会厉害的地方 我们国内强的就是资讯硬体业 那怎么办呢 这次被打之下 我们国内强的资讯硬体业 未来的多空研判该如何掌握 商机依旧存在吗 前线带来第二个大毒家 今天就放在这了 回头看看大盘 这一波总共大涨了1800多点 请问您有赚到吗 如果现在您还在烦恼 说奇怪为什么赚的不多呢 或者是赔钱没赚到 那么有必要 手上的股票拿出来自我检查吧 今天压轴就要教您 自我检视持股法 教会您之后您才会知道 哪些的股票手上有的反弹要卖 哪些股票手上没有的 拉回您可以买 谁来负责这个大主题呢 当然交给强棒了 惠子姐您好 晚安 瑞浩晚安 大家晚安 为什么说全球的供需 因为疫情而扭转呢 问微良就对了 微良您好 晚安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国内强项全世界第一的 资讯硬体产业 疫情下充劲影响报告呢 请到了资测会 陈子昂 子昂老师您好 晚安 瑞浩好 各位观众晚安 台股呢 今天呢 请玉衡来说 K棒说话了 昨天大家才说 横盘只为了待变 今天呢 大涨 所以往上变了吗 确定了吗 量购呢 行情不再往下了 是不是这些 提问问一下 月衡 月衡你好 晚安 月衡好 大家晚安 不用担心吗 顺着这个主题 我要问 台股真的不用担心了吗 大涨233点 收在10332 今天量1568亿元 请问大涨之下 今天的量补这样子 有补了 但够吗 昨天呢 那巨敏专家说 应该要补到1700 1800 所以呢 还记得昨天呢 吉祥专家的提醒 现在呢 横盘不用担心 横盘量缩 只为了用时间换取空间 横盘带变 是这样变 这样变 果然今天给的答案 是往上变 今天呢 收在最高点哦 开盘就开在低点哦 实体红磅 何其不简单啊 一带行情不用再担心 它会往下了吗 补这样量到底够或不够呢 这些就是我所有的提问 我怎么期待它会往上呢 那是因为外资对我带来 对行情带来信心了 外资今天大买超 大买了这么多的金额 所以呢再细看 现货期货选择权 外资加总起来 哎呀 它的做多的金额 是近期来比较多的 可是呢 忽空 忽多 那到底稳不稳定呢 我现在怕的是 现货大买 期限选也都做多 难不成 它只为了明天本土期货 结散吗 它的买盘就怕会不稳吗 我这些提问 那是为选择权 来请看 警讯出现了吧 空的 有没有 做空的 有没有 全部 所以我的担心 有其必要性了 贵买 来请看 贵买也是一样 横盘待变 实体红磅 意义非凡 当然了 行情怎么看 待会听众专家怎么说 全都红 雅谷今天红彤彤一片 先说我们台股 台股今天大涨2.3% 台湾之骄傲 台湾公园院厉害 感谢您 研发出一小时的快山 现在7月份 准备要大量生产 而且准确率高达9成以上 韩国股市口头报告 今天涨了1.79% 但说话得又如何 这个数字不好看 4月份前面10天的出口 暴跌了1成8 当然还有其他消息 包括了澳洲 澳洲也受到疫情影响到的经济并不好 第二季的失业率恐怕攀高到10% 冲下了新高 3月份的企业新鲜指数掉到-66 历史最低的水准 您可知道 因为肺炎疫情太过严重 像国际货币基金会 MF已经拿钱帮助这些国家 这些被帮助的国家 被书困的国家 多达25国 所以怎么办 如果已经是穷国了 又被帮助 据推提就对外说了 如果低所得的国家 你之前的借款 可以证实先不用偿还债务 所以大家先渡过难关再说 国际一些重要的新闻 为您做一下报告了 今天亚洲股市的红 其实开心在 美国经济将逐渐转好 恢复了经济成长动能吗 美国纽约州长古墨说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美国纽约包括了等等 10个州即将重启经济活动 不是只有美国 你看欧洲 欧洲部分的国家 也准备要解封了 所以大家最坏情况都已经过去了 因此我来个大台假设 待会9点半美国股市开盘 应该会是跳空开高 稳在盘上 甚至是拉高的格局 因为盘前的起货电子盘 你看幅度都不小 这时候你会想要问我说 那美股继续飙涨继续大涨 没有疑虑了吗 哪有 今天早上的美国股市是涨跌互渐的 有疑虑 微良请上来 因为这个礼拜 是美国超级财报州 会不会有人财报很难看 记报难看 所以业绩又往下掉 但这两党标的没在怕的 股价逆势走高 NIFES 包括了亚马逊 亚马逊和逆势 征裁聘雇员工 先说还是有担心 那么超级财报州 哪些公司比较重要的呢 好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财报州 看起来有很多利空 其中银行股就是重灾区 那么整个法人估计 S&P500的企业 这一季的获利会减少10% 那下一季的话会更惨 本季则就是上一季 第一季对不对 对 那下一季的财宝也就是反映 现在这个当下的话 还会再扩大衰退20% 请问本季年减两成 比第一季来的惨 是不是因为三四月份 其实疫情在第二季 才是最严重的 没错可以说这个经济活动 已经根本就是按下了暂停键 那以目前来说 大概几个产业 是会衰退特别明显的 当然能源是一个 除此之外还包含像消费 还有工业 那再来呢 其实以这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在银行股 因为银行股呢 一方面降息之下 利差已经收敛了 再来就是呢 其实现在很担心就是 银行带放出去的一些坏账 会不会增加 所以估计呢 什么叫坏账 就是我瑞涵银行 放款给微粮企业 结果它是小公司 它犹豫就快要倒了 原来跟我借的一亿还不了 就要列在我瑞涵银行的 坏账跟呆账 这会变成减损它的EPS 没错 那估计银行股 我们讲这个寄获利的部分 会是减少7.1% 那科技股来看的话呢 其实可能没有想象中的不好 反而是会增加2.5% 那其中呢 又是以跟宅经济发展 有关的产业或个股 最明显的成长 那我问你哦 您这一行 你看哦 这边都是减减减 对 就减幅高跟低又多跟少 既然科技是年生哦 那我上一页的那个Netflix 包括了Amazon 是不是就是科技的宅经济发酵 对 我们看股价为什么这么强 Netflix涨到52周来的高点 那亚马逊更厉害了 其实亚马逊只差5块钱 就要创历史新高 那现在其实美国有 非常非常多的人口 其实是必须在家 不能出门工作或者是上学 所以其实当然会带动 就是这种观赏 这个线上影片的需求 甚至线上购物的需求 所以带动了Netflix 带动了亚马逊的股价 这波相当的强劲 那我们以这个礼拜 几个重要指标股来看 要公布财报的 首先就是4月14号 那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那这个低点以来 也都涨了三成以上 4月15号紧接着呢 也是银行 花旗银行 还有呢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 再来呢4月21号 就是刚才讲的Netflix网飞 那网飞目前呢 从低点反弹涨了38% 再来呢 慢慢就要进入到 半导体的大厂了 4月23号 接近月底的时候 有德州仪器 还有英特尔 我问你哦 你这边的低点以来的 弹幅是股价的表现了 股价 哇他们近期的股价 波段低点反弹到现在 都超过三四成了 对而且比如说 大家看看我们刚才讲 其实银行股是财报的重灾区 对啊是不好的啊 对就你看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都涨三成多 花旗银行涨更凶了 涨了五成以上了 高盛也涨了四成多 请问为什么 其实这一波美股 整个就是呢 已经提前在反映 财报会很难看 所以呢其实 该出厂的筹码 也都洗干净了 那利空有点呢 慢慢出镜的迹象出现 好我们来挑一档 标的来看一下好不好 看摩根大通或花旗银行 所以金融市场 预先做反应了 对大家都知道 上一届季报很难看 所以季报很难看 为什么股价还涨了三到四成 刚刚说花旗 JP Morgan JP Morgan是涨多少 也涨了三成多 三成多嘛 这一波涨了三成以上 所以呢 Q1的业界很难看 其实这边都预先反应了 对 二月中下旬预先反应 对 所以现在就讲 可能会最快情况过去 慢慢的转好啰 没错 OK OK 那接着我们看到 刚才讲到财报的一个公布时间表 到了四月下旬 除了有德州仪器 英特尔之外 那四月二十四号的重头戏 是在亚马逊跟微软 那再来就是四月三十号 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苹果 那苹果其实这一波的弹幅 稍微有一点比较落后一些 不过整体来讲 其实目前美国重要指标股 都在呈现往上反弹 好那请问 如果照这么看 因为他们连公布季报 业绩难看的 股价都已经预先反应 在弹高了 如果在财报公布的过程当中 跟台湾相关股票做连结呢 好那跟台湾来讲的话 首先刚才讲到 银行股市目前 美国股市当中 大家对于前景 比较有疑虑的产业 那当然其实国内这边 跟美国的金融股 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联动 但是来讲的话 当然同属金融产业 而且比如说像第一金 或中信金 还有很多其实国内的银行 大家也是有在美国设分 只是说对整体的 营收获利贡献比重 不是那么高 不过这波可以看来 其实外资 因为系统性风险 在卖金融股或银行股 是全面性的 国外的卖 国内的也卖 所以第一金 我们看到第一季的营收 目前因为这个营收 已经是确定 那果真也呈现 还蛮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第一季衰退了将近13% 那中信金更高了 衰退了45.7% 所以这两家银行业 金控业 都是第一季的营收 年减 没错 所以最近可能如果说 手中有金融股的投资朋友 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外资在这边 财报公布出来之前 那会不会持续的卖 还是愿意开始去回补 让股价也能够像美国那样 形成利空出境打底的迹象 换句话说 我们看一下第一跟中信金 因为第一季的营收 年减大家都知道了 您看吧 幸好我有看了 第一金股价也跌高了 法人部分我们就叫外资 外资来请看 虽然买不多 不过也没有在大卖了 所以这应该是最坏情况 外资也觉得应该过去了 对不对 对 完全认同 那第二档第一金跟中信金 中信金我们也看一下 基本上也都有点打底的迹象 只是外资到目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正式的回头买超 但是卖压也减轻了 连续的红黑棒 请问这底型都已经确立了吧 这个扣方缺口也补了 对 几乎都要回来挑战缺口 所以看起来 其实国内的金融股 现在系统性风险还没有解除 然后财报的利空 也还没有正式公布 不过应该是有内资 抢在外资前面先卡位 所以有点利空淡化的味道 对 大概就是想等外资回来 在利空出境之后 去做抬轿 其他的标的来 好 那宅经纪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到 因为美国的部分 看到亚马逊嘛 现在大家不敢出门购物 所以要线上采买 那或者说在网路上追剧 那其实国内呢 一般常常讲 可能受惠的就是一些伺服器相关 但是我们能够其实观察到 在经营模式上 比较接近的像富邦媒 这就是MOMO购物 所以其实当然这一波呢 大家在网路上呢 也去买很多的防疫用品 或者说 之前还抢购卫生纸 但提醒您哦 它本益比偏高哦 意味着股价有点超涨 EPS获利能力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哦 来 对 那第一季营收相当的强 成长了28以上 那星象是这个游戏股 那第一季营收 甚至是接近翻倍 创历史新高 那这个当然就是属于目前呢 比较能够去想象中的 未来生活新的一个趋势 受惠股 那再来我们看到就是 瓶盖股的部分 那两个重头戏 一个呢 我们先看大力光 因为是上个礼拜四 已经举办完法说会 那虽然第一季营收不错 但是因为本身已经先做了 预警看淡4月5月的营收表现 所以最近股价呢 比较陷入盘整 那这个礼拜四 也要开法说会的重头戏 当然就是台积电了 那台积电呢 其实代表是整个电子股景气的缩影 那第一季营收非常强 那接下来当然也是要观察 这个礼拜的法说上面 给大家第二季 有没有更清楚的一个展望轮廓 好 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从 本一笔偏低的三档 大力光台积电跟星象 看一下K好不好 好 那这个是星象的部分 那其实可以看到 第一季业绩好 当然股价呢 它其实就是呈现这种N字形上工 那目前就是等待呢 什么时候能够扩量 才有利于去突破 这个前波的高点 那台积电的部分看一下 观察就是 当然外资会是一个重点 那内资其实在前面这一波 第一波的反弹已经先进场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外资卖的时候 股价就已经先弹回年限 请问一下台积电 如果以外资的动作来看 它是卖到差不多了 现在有点出现 外资在第一季卖过头之后 买回来的迹象 有没有 有 而且我觉得其实外资 惯用的手法又出现 就是说最近外资 大概都在调降台积电的目标价 对啊 唱衰台积电 法售会之前看空它 唱衰它 似乎有可能是因为先前卖过头 所以希望稍微能够让股价 押在这里一下 然后他捡便宜啦 你就千万不要卖给他 我跟你讲 今天外资 买进台积电 第三名 我刚才我前线就专门戳破 嘿嘿 法人手法跟阴谋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台积电它放力空 可能到最后法售会之后 又跌破他们外资的眼镜 把它买回来 它早就买了 第三档 好 第三档大立光 刚刚提到 目前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三角收敛的整理了 因为基本上就是要等待 这个业绩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大立光毕竟是看盘指标 那这个大家会去操作 应该也是比较少 因为三网是必看的嘛 好 感谢微郎非常谢谢您了 微郎刚刚讲得真好 外资把台积电今天买回来了 我告诉你 连古王大立光外资今天也买回来咯 不过刚说到了台积电 我就想到子昂老师 待会就要帮我追了 看一下追什么重点呢 台积电之前有传说 三奈米建厂延后 台积电活大的不得了驳斥 原来跟ASMO也有关系 子昂老师会讲 子昂老师还要再帮我追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恢复动能了吗 现在它的三月份产销 月增不论产或销 月增将近四倍 子昂老师麻烦帮我做个预告 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不是真的回升了 也就是说未来前景是不是真的看好 那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ASMO它却要那个 沿货出货 是不是也代表看淡半导体的前景 待会子昂老师 针对资测会的强项 两大产业请大家帮我追仔细了 说到了追 惠子姐帮我负责什么 怪事发生了 不是说大家都在远距教学 远距办公 都需要强买笔电 我跟我现在两万多块一台的笔电 买不到抢光光 加个一两万块才买得到 三四万 不是说笔电需求恐急吗 YES 但却传出来 不敌供应卡关 供应力卡关什么意思呢 对 那么为什么这个现在出来的消息 跟大家之前所认知的差距这么大呢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那或许我们应该说 哪一件事情在前面 哪一件事在后面 然后更重要是对第二季来说 还有后面第三季会有什么影响 那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重点来说一下 这个相当重要的新闻 那相关的股票又应该怎么操作 对 除了笔电之外 惠次姐讲得真好 事情 股票 股价是往后看 不是往过去看 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吗 iPhone 11在中国大陆降价促销 我那时候还说 搞不好它会卖得特好的 观众朋友又被我们领先半个月 给讲中了 惠次姐要追着两大产业讯息 玉衡负责台股 上个礼拜感冒请假 一堆人问 他来了 归对了 叫他不要再请假 OK 他问什么呢 请玉衡帮我解我们今天的独家观点 我发现到今天早上 费半纳萨克收红 道琼反而是收黑的 所以以后我不怕了 今天晚上你看 待会几点半就知道了 费半如果继续涨 台股就安了 会继续飙涨 是这样吗 玉衡 没有错 费半引领台股续涨 它是其来有志 那这一波的半导体和晶片股 带动的这个反弹 有没有持续性 广告之后为大家解说 漂亮 我就等这个答案 刚玉衡说 费半引领台股的大涨 没有持续性 如果有的话 凭借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玉衡截大盘 还有K棒说话之外 它负责第二个 我交棒给它的 交给它的大主题 也就是现在防疫 大家疫情不是很严重吗 可是你可知道 防疫间接的竟然引动了 全世界无接触经济 请问什么叫做无接触经济 涵盖的范围呢 难不成你我的生活 都做改变了吗 相关的社会股呢 马上回来 也许多了 向创作人 在杀了吗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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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